消毒人員在辦公大樓穿梭 仔細的進行消毒 因為刑事警察局傳出一名陽性偵查員 因為腹泻到醫院就醫 並且在戶外篩檢區採樣核酸檢測 23號下午被通知確診 本局要偵查第三大隊陽性偵查員 在5月20號的時候 因為腹泻等等不適的狀況 前往附近的醫院就醫 並且採樣核酸檢測 在今天下午13時許 接獲彰化縣衛生局的通知 陽原有關新冠肺炎 核酸檢測PCR的陽性是確定的 本局立即通知廠商 在今天晚上19時 將進行辦公出口消毒 並且通知機關的員工 進行自主健康管理等等作為 另外本局也依據 規定調查陽原在近日的相關的足跡 以及密切他接觸的對象 在衛生單位通知後續處理方式之前 先與接觸的同仁休假停止上班居家隔離 刑事警察局表示 後續將依衛生機關指示以及相關規定 辦理匡列快篩 並啟動異地 分流及居家上班等機制 以確保勤務運作及保護遠景健康安全 記者林奇惠台北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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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判決定設計